至少就是把4回圈跟壞回圈 我們待會就跟各位講壞回圈 這兩個回圈如果你可以熟悉之後的話 之後的我們後面有第三第四類 第三第四類其實都是在考你會不會用4回圈跟壞回圈 如果這個OK的話 我想將來你在撰寫程式也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尤其是初學者 最容易卡住就回圈 或者因為人腦沒有那種回圈的概念 人腦然後一直跑一直跑 跑幾次就當機了對不對 電腦的話不會 你給他再多的次數 他一點都不會覺得什麼 而且他很快會幫你跑完 除了快之外又正確 人腦剛好顛倒 越跑越慢 越跑會跑到最後 而且還會做錯 所以有時候反而覺得有些資料東西 像這種從物性的事情還是不要教給人去做 因為人去做 我們還在寫一個程式去檢查說人有沒有做錯 我乾脆就用電腦直接做就好了 我幹嘛還要再去寫一個檢查程式 對啊 所以有時候當然只是說你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種回圈的概念 把它加入到你一般的處理資料上面 這個還蠻重要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把什麼 把那個空白部分 再把它加上去 那空白部分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把這個程式再把它改成正向 我們先用正向的方式來處理一下 1到14才對 正向 那前面的話如果他加空白的話 空白特別之外 空白應該加到信號的前面 而且不能換行就加到前面 所以基本上程式應該寫在哪裡 寫在第二行 那第二行print了什麼 print了幾個換行 所以幾個空白 空白的話很簡單 直接輸出一個字串 裡面的話加一個空白就可以了 那空白後面的話什麼 乘上幾次有沒有 乘上 那總數應該會是13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應該什麼 用什麼 用13去減算 13減掉i不就好了 ok 也就是說 當i等於1的時候 那應該就是12個空白 有沒有 當i等於2的話 那應該就是11個空白 有沒有 所以剛剛好了 後面記得你要逗點 因為你不能換行 換行的話變成說空白 把信號放到下面 所以這邊怎麼樣 逗點之後 然後呢請你把那個換行 EMD把它清除掉 ok 這樣子的話呢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吧 我看來直接實行這樣 應該理論上邏輯應該是通的啦 然後再來就執行看看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要把它顛倒過來的話 顛倒過來 好像也不用改 顛倒的話 那其實只要改上面吧 所以說空白乘上13 記得先減完之後再乘 所以一定要先刮5 ok 如果沒有刮5那不行 再來的話 如果要顛倒的話 應該是13到0 然後逗點一定是step-1 ok 所以-1 後面要改 應該也不用改 我記得好像改這個地方就好 它因為會跟著i 所以假如是13 這個地方最下面就不用任何空白 有沒有 對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個空白 兩個空白 沒錯 執行看看 所以只要改第一行部分 有沒有反向 這邊一樣有空白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File回圈 跟File回圈到底有哪些不一樣 ok 基本上不過待會的敘述 因為主要還是以那個 因為剛剛題目都是File回圈比較適合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了解一下 畫回圈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1加到99這個範例 你可以複製一下 Copy一下 然後按右鍵複製 複製把它貼上去 然後後面的話 記得我看加上一個刮弧或者底線 加一個File 也就是每一個module 你可以有一個版本是File 一個版本是File 然後再把它打開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這邊的File 改成File回圈的話 不用File回圈 我用File回圈 那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其實特別注意 File回圈 跟File回圈 主要有三個地方不一樣 你只要把這三個地方 這個注意到的話 基本上你將來呢 你就可以把原來用File回圈寫的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File回圈寫的 ok那三個地方不一樣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剛剛講過File回圈呢 基本上它一定有個初始詞 ok 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結束詞 所以特別注意喔 初始詞 然後再來就是結束 另外後面還有一個step 間隔多少 如果這三個東西 你快回圈比較麻煩 它不是寫在這個range 這個固定的位置 它另外變成要分開來 而且要放對位置 你才會辦法把File回圈 改成快回圈 這個問題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剛剛這一題喔 這個輸出信號的前面 再加上空板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